沙灘爆破陸戰隊66旅 駕駛M60A3戰車抵擋敵軍 漢光38號演習 兩週前才剛結束 除了模擬共軍辦台 強化我軍應戰能力 演習名稱漢光也其來有自 以前就是我們還有那個 策略來的思想說 大漢 漢光復 所以其實漢光的意思 就來說我們大漢這個漢朝 要光復大陸 當時候是想法是這樣 漢光屬於三軍聯合大規模軍演 國軍各項操演不僅分門別類 名目與代號更是多 兩期登陸演練被命名為連心操演 其實動用三軍跨軍種的小規模演習 多以連字命名 另外空軍天龍操演 展現飛官高超乍射技術 還有海軍的海強操演 個別軍種的操演名字 怎麼來大多是以軍種特性來命名 那空軍的話我們經常會聽到天龍操演 天龍他可能就是一聽的話 我們就會想到說 他可能就是跟空軍會有關係 海強操演這一聽 可能就跟海軍有時間的一個關係 漢光首度納入十四天 最應叫招兵進行同心演習 後備動員類的演習 包括同心萬安跟自強 以凝聚向心力為目的來明明 別以為國軍操演只為展現軍事肌肉 除了讓國人清楚國家戰力的提升 演習名稱背後更有特殊意涵 三天選擇關於正海中的導